虔诚之爱都是一颗颗 善种子 今天志工早会 正言上人表示 现今四大不调 更需要大家启动那一份虔诚 天天彼此感恩 互相启发爱心 印度热浪来袭 四月份连续高温 造成三百人往生 长时间的干旱也使得 河流干可见底 河床军裂 居民的日常用水严重不足 你要布善种子 也要有滑水来滋润 大地你要布五谷杂粮 也要有雨水 来滋润大地 真的看着心里好难过 各位 水要浪费吗 不可以浪费 滴水如金 我们要洗水 珍惜地球上的资源 更以虔诚的信念祝福平安 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 慈祭之工分别在当地 举办精进潮山活动 不分老少还有志工 西家带眷 一起在队伍中 三步一跪拜 步伐坚定 大家启动了那一份的前程 光是持继道场 这样的前程过不过 真的是不够了 我们要净化人心 我们要祈求天下无灾无难 这都是我们天天都需要 彼此感恩互相 企画爱心 慈祭人为世界祈福 也把握时间付出 爱与关怀 在厄瓜多 从商多年的黄月凯 成为当地善种子 接引慈祭人进入灾区援助 也号召当地台商 一同帮助灾民 大爱新闻 赵又寅翁国家 花莲报导